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本节课程,我是小布,本节课程呢,我们来说一下验证码的一个多种形式,多种类型哈,验证码呢,以前呢,是没有的,账号密码直接登录就可以了,现在呢,爬虫越来越多了哈,所以呢,不同,呃,网站呢,都相应的接入了验证码,当然,当然这个验证码一开始呢,都比较简单,那现在呢,我们开始来在这里啊,来这里来简单的学一下验证码有哪种类型,第一个,一代, 一代验证码,一代验证码图形,图形验证码,当然这个一代的,这个一代呢,是非常简单的,最简单的,网站,呃,给你一张图片,然后呢,你去看一下这网站图片上呢,有哪些字,哪些字符,然后呢,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,这是一代验证码,一代验证码呢,也是非常容易破解的,那现在呢,有这个,呃,人工智能呢,可以直接计算,有可以直接计算吧,当然这个有,有错误率哈, 并且呢,既然现在有图形验证码,它对应的呢,就会设置一些干扰元素,例如在字符上面呢,随机的布满一些点,布满一些线呢,这些都是有可能的,这是一代,当然的话,也会有一些,呃,图形验证码的一个识别服务,其实呢,在它后面啊,图形验证码识别服务后面呢,是人工智能识别图片,以及加 人工辅助,人为辅助哈,这是图形验证码,那二代呢,划快验证码,二代呢,划快验证码,那这个呢,其实呢,就是我们在这里面,你登录的时候呢,给你一个进度条, 你把这个拖到对应位置,停一下,啊,放松,松手,就是,就是不按了,松开按钮,然后呢,它对应呢,就可以识别你当前是否入位,是否卡在位置上了,并且呢,根据你当前时间哈,它会展示一下,然后说一下你多厉害,超过百分之多少多少用户之类的,这个呢,是二代验证码,然后呢,还有三代,三代呢,就是一个,点击识别哈,啊,这个呢,也不, 这个呢,其实和划快验证码有点类似,它给你一张图片,呃,点击识别验证哈,点击验证,嗯,我就写点击验证吧,因为这个具体名字哈,我也不太记得,这个点击验证呢,你可以去看一下12306,那个非常变态的,请选择当间用户哪些不是某某某,哪些是某某某,哪些含火绿灯,哪些, 含这个交通池牌之类的呢,这些都是验证码的一些服务,当然在这里面呢,这个突破哈,也比较难,然后呢,这个也有非常多的一个,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服务商,因为这个呢,相对而言哈,呃,它是一代的升级版,我觉得这个写二代好像不太,不太妥哈,不过我,我上次看了那个验证码,某个大牛写的哈,关于验证码的这些,呃,更新迭代, 它是写的一代图片,二代划块,三代呢,写的不是点击,是人机交互,我在这里呢,写一个,嗯,我写四代吧,人机交互,然后呢,这一个呢,我要把它改一下哈,毕竟我觉得它不顺, OK,在这里点击呢,是类似于12306那种,当前哪些图片是某某某,然后呢,点击一下,含红绿灯点击一下,然后点错了呢,这是多选题啊,如果你点错了呢,它还是,点错了的话,它还是不让你通过的,所以呢,这个是点击的,相对而言,是图形验证码的一个,升级版本, 后台数据啊,它内置的后台数据是,后台的一个制作逻辑是比较简单的,后台制作逻辑比较简单啊,好,这个是第三代,是滑快,滑快的话是比较难的,滑快比较难哈,呃,类似的哈,呃,有一个叫集验的,它的验证服用的最多,但是呢,也有对应的突破,也有对应的突破服, 但是比较难找,难找,三代的话,目前哈,滑快呢,同样也有,但是呢,四代的话,人机交互,这个呢,我只在谷歌的上面用到过,就在国内,国外的这些爬虫里面呢,我都没有碰到过这种人机交互的一个识别,非常少,虽然它出来了,但是呢,用的服务哈,网站用这个服务的人呢,实在太少了,实在太少了, OK,这里面呢,是简单介绍,然后呢,做一个简单的知识普及,来说一下,一代和二代图形选择点击的那种服务,它的后台逻辑是怎么做到的,其实一代啊,这个是非常简单的,因为每个编程语言呢,它都有一个图形处理的一个库,然后呢,我随机生成一个四个字的字符,例如1234,我把这个1234呢,做成图片就可以了,再加一个随机, 的点线,然后呢,就把图片返回给你,并且呢,把这个1234保存,保存到数据库,但是呢,你在看图片的时候呢,你看不到1234,你只能看到一张图片,这个图片呢,是字节吧,你解析的话,只能是图片识别,所以呢,从字符串到图片来说呢,非常简单,我还可以加干扰,但是呢,从图片到这个数字,就变得非常麻烦了, 成本还比较高,所以呢,一代哈,是非常节约成本的,呃,只要你了解了那个库,呃,那个PIL,PILW,PIL这个库呢,你都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图片,呃,图片验证码的一个制作服务,非常的简单哈,非常简单,好,这一个呢,是这一个,那二代点击呢,其实点击在这里呢,呃,稍微拓展一下,它除了,让你给你六,六张图片,八张图片,选择, 则,当前图片当中,哪个有红绿灯,这个是简单服务,然后呢,还有就是图片当中,给你一张图片, 知乎里面有啊,给你一张图片,它有倒立的文字,八个文字,它有某几个是倒立的,然后呢,你点击一下,哪几个文字是倒立的,那这一种呢,就更难了,这一种呢,就更难了,所以呢,二代的话,它有简单的有难的,具体的制作服务呢,都是做图片,但是呢,你点击的时候,产生了坐标, 产生坐标,这个呢,是需要GS的配合,这个呢,有点超出了我的,超出我的知识,超出了我的学习范围内哈,所以呢,在这里面哈,这个呢,比较难,但是呢,要突破的话,这四代哈,都比较难,都比较难, 好,那本节课程哈,哎,这里面好像还少了一个啊,短信验证码,还少了一个短信验证码,这个呢,我也加上去吧,暂时先不结束哈,额外的,短信验证码, 然后呢,还有,补充,啊,电话验证码,好,这里是这两个,短信验证码呢,是发到你手机上,你必须有这个手机验证你是否是机组,电话验证码呢,你必须有这个号码,你还要接听,它报验证码给你,这个呢,也比较难哈,所以在这里面呢, 我只勾选第一个,第一个呢,是非常简单的,并且有好多服务,不过目前哈,国家抓得严,OK,好,那本节课程哈,我把这个好像没加上哈,好,那本节课程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,非常感谢大家哈